各位去推敲 为什么 所以从6月10号开始以后 一连串的事情就不一样 包括9月27号 包括11月7号 包括拿到钱 所以我说 后面到底出什么事情 蔡英文当场不认识 可是后来有没有做些事情 所以我说海军这次出面出钱 发现他出的钱 也不是海军的钱 然后高雄市跟渔业署 出人 刚讲得很好 除了那个所谓进出总统府作假之外 我为什么一定要进总统府 我在总统府外 不能讲这些事情吗 为什么我要进去 如果我要讲的是 有的没的事情 然后国防部出面 护航还兼说谎 然后总统府出马骂媒体 然后今天大动作澄清 怎么样 我跟你讲 这中间的鬼非常之大 整个的国家体系 现在帮这个庆富集团在护盘 但护盘最后的结果会不会 他们保释出来后 竟然出了诚意上的事情 竟然不知道 因为这个弊端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为什么要举国家之力 来帮这个庆富他们父子去护航 这个东西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我认为现在整个的国家 帮这个庆富在富航 然后真的要查出真相来 恐怕会非常之难 顺丰兄 录音带里面还讲到政委 他说台船的部分要请委治 最好是总裁出面去跟政委讲 行政院的政委要请委治去帮忙 请总裁找政委跟台船戳 然后呢政委呢 行政院的政委有这几个 施俊吉林万亿 林美珠张景森 吴正中吴鸿蒙 吴鸿蒙我们刚刚有念到 曾经辞责那个吴鸿蒙 陈天芝 老蓝蓝 然后许张瑶 这一块我们都还来不及好好讨论 牵涉的人不会和其多 三次起习的在野的力量 好好的发挥 假如连这个都发挥不出来 然后在下一次前级告信 他说投给我们 我们会怎么样子 那是没有人信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案子里面的政绩太明显 有人证 有物证 有市证 录音带就是物证 市政这个钱应该是今年三月份 明年三月份播的 我现在提早给了 这个市政都非常的清楚 有了找政委 那政委是谁呢 这个市政都可以值得计算 假如连这样子 有人证 有物证 有市政 然后我们最后说 期待司法 给我们一个清白的结果 那就自己跳核算 这是第一个 我先讲这样的一个结论 国民党今天在野的力量 尤其在立法院 有席位的在野的力量 一定要把它当作一回事 不要到最后被时代力量 今天要乱玩乱搞 可不可能 是有可能的 情况下 这个要好好的去掌握 因为这一个的政绩 实在是太明显了 别说什么 请交代我们几件事情 刚刚的一名委员讲的 一名委员讲的一个事情 假如一查 庆负案出来的时候 民进党是怎么扯马英九的 以扯马英九的功力 好好的把这件事情 照同样的标准交代一下 那我们社会就会很满意了 各位 太多的切入点 你看看 一个做遗传的 做游艇的 最后要做金舰 金舰不是船上面放两根 放两根炮就叫金舰 你以为是 史索玛利亚的海盗 史索玛利亚的海盗 就是游艇上面加两根 加两个机关枪 不是 它里面要有很好的管线 它要有那个抗浪力 它要有速度 太多太多太多的条件 怎么我们轻易的就把遗传 跟游艇的制造商来做金舰 我们过去有 有制造经验的经验呢 不是没有 那为什么最后会变成 这一开始就有鬼 那第二个来看看 更大的鬼是什么 这个委员呢 或者是这龙界都当过名利代表 我们也当过 我们也清楚 要获一笔钱 这一笔钱没有 需要是东龙西座 各个单位的钱来给你 请问你们发生过吗 我们服务协没有说发生过吗 可以发生过 有没有发生过吗 不会发生嘛 公务神典就有一句话嘛 我们要照章行事 不然就图离罪啊 我们一伙伴是 合约在这里 就明明可以 你不要说提前给 你根本可以玩给的 不是 现在我再提一个例子嘛 就是说好吧 就破除所有的障碍 统统要给了 结果这笔医传是没有的 就把海经的钱拿一点 空经的钱拿一点 陆经的钱拿一点 你会同意 但我们其他科师 我们这些什么 不会同意 谁敢啊 今天除非这个主管 这个主上的主管 非常潜力地压 压着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一个空经不同意 就不行了 这里面涉及了这么单位 没有鬼 那才真的有神 不过这是我 你只要用尝试去判断 这是一个很重要 再过来 他会急着跟你要这些钱 说不然你三月份 先付钱 然后急着要去 贷这么多的款 证明什么事情 他的财务已经出了 严重的问题 财务出了严重的 还要去帮他 而且是怎么帮 还把各单位违法 去把钱提早给你 这怎么会没有鬼 各位不用等法律 我们政治上 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 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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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当现行 逼到非办不可 这个办出来 绝对不会比阿扁的不精彩 问题是 如果台湾这个社会 逼到达的 逼到达的 过两天 另外一个新闻出来 然后又不见了 大家就忘记了 明年投票的时候 还是高高兴投给民进党 那当然没有关系啊 民进党他的行事作风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曾经得流浪记 从到高雄市 在高雄市环保局长 然后呢 副市长 然后变成中游董事长 然后现在是宜兰县的代理县长 然后最新的发展是 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有农舍 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农舍也就算了 还是豪华农舍 豪华农舍也算了 他还开民宿 这个人好厉害哦 从2011年他就开了民宿 立委段一康4月2日 就当时2011年6年前 4月6日在脸书上面 帮他做广告说 哇这个民宿好棒好棒 第二年2012年7月的时候 梁文杰也帮他写了 白马民宿很棒 很赞哦 大家要去哦 然后呢 这一个 他这个民宿 后来有被开罚单嘛 那罚单 他说会带缴罚单 因为不方便 以我的名字 去财罚我的前妻 然后呢 因为他说要退还这个钱 所以他自己也可以收到 退还的钱 他说收到县府退还的 一万五千元税款以后呢 会全数捐给 宜兰县的农业发展基金会 那 明贤 这样子 你觉得他这样做够了吗 我们刚刚讨论 烈雷案 高雄邦卷入其中 那陈金德刚好 我们讨论这个 陈金德哪里出生的 一样的高雄邦出生了嘛 他还是菊姐的大弟子 他接任宜兰的代理市长的时候 也感谢陈菊 感谢菊姐嘛 所以是不是说港宽 一样的四杯 一样的道德标准 真的是蛮低下的嘛 如果今天真的是 第一个他自己退税给自己的话 说一下比较难的 自己做市 做管理 退税退给自己 一般人会怎么想 这是不是土利 这是不是土利 我从县府 我自己当县长批准退税 退给我自己 钱到我口袋里 即使他说他前妻 要帮他捐出来 那是不是进到自家人 他只转一手而已 这是不是土利 这检察官要不要调查 那如果他认为 当初是违把农舍 至少是违规 被开拔了 那现在如果要捐出来的话 那四年 四年 过去你等于是违规经营 违规经营的 不乏所得 要不要一起捐出来 你过去四年 包括段宜康 包括梁文杰 都帮你背书 这些你的违规的经营 这些所得 你也一起捐出来 你要捐吗 没有嘛 所以陈寗他认为 现在代理了 然后自己农舍的问题 被捅出来了 然后就好像说 捐出来就了事了 曾经德今天受访 那个态度说 不然我赠就关了 你们还不然 就是那个态度 让他觉得说 我没有错 我通通捐出来 是这样的态度吗 比比看 2012年大选的时候 至少屏东 苏家全也被人查出来 违法农舍 违规农舍 苏家全说 我整栋就关出来 为了选举 那曾经德这时候 为什么要捐出来 因为我也是一样 为了选举 现在民进党认为 宜兰可能丢掉了 那之前的代理 代理县 代理县长不行 拔掉高升到政委 现在换陈寗来代理 马上农舍的事情 又被抖出来了 所以民进党 就是这种道德标准 完全没有是非 这样还要挺下去吗 奉献曾经德 干脆通通不要捐了 通通留着自己 不然要捐就捐干净 不只说你过去的 这些盈利的全部都捐出来 拜托你也请辞吧 这官位实在难看了到底 今天有立委批评说 这是赎罪卷 就是这样子 很难看 所以民进党就欺压老百姓 欺压这些农民 欺压土地 过去想什么土地争议 通通骗人 为了选举 民进党什么都可以骗 民进党讲说 清廉勤政爱乡土 然后宜兰县 在他们的爱 狂烈的爱之后 所有的农地 都变成违法的农舍 大概豪华农舍 宜兰的人民组合 他到桃园的县议会去旁听 然后在旁听行上 端着三个土地公 说人在做 听你看 是这样 已经民怨沸腾到 这个样子了 我想只猜穿一个 他这样的做法的 那种卑鄙无耻不要脸 宜兰人 你们如果有农舍就对了 农舍做你们家去 不用烦恋 如果金帝就对了 你要贪这冬天 像这冬天 冠天去 做你们家去 然后不用烦恋 官长就这样 我们才不能这样 对不对 无用 看用 无用 自己想 实在说的 这拍无用 对不对 跟我们就这样 说明天 不能让 虽然 看我